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们很久没有分析这个HATTA了 今天就来分析一下 HATTA这几天呢 都是在这个2.80左右 就是这一个铺码工这边 一直都没有能力涨上去这个2.80这个价位 已经是有点慢下来了 你可以看到它有蛮多的常商引线的K線 它这个上升的趋势呢也是慢下来了 可以看到它这个RSI已经是往下了 成交量也是不多 没有什么力可以去把它继续推高 我个认为呢 如果是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我个认为呢它现在才是亏钱的 公司呢未来的一两年呢 才会有机会开始赚钱 这个时候 要期望它股价突破往上去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 最少呢它要等到它出现这个真正的赚钱 连续两个quarter赚钱 股价呢它有希望去突破3块钱 现在呢如果是用它过去的PE 就是说疫情前的PE比较一下现在的价钱 我个人认为它也是已经有点贵了 如果它有机会回到2块6以下 那这个我就觉得合理 2块4的话就是便宜 这边就是便宜价 所以你看这边它就顶上去了 所以现在2块8已经算是有点贵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但在技术分析来讲呢 那它的这个上涨趋势呢 已经是慢下来 不要随便去借 在这基本面来讲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价钱 它是有点在高一点 有点贵一点 所以也不适合去借 双肩合并直下 这个时候就不要随便去借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它要增上去3块钱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最少要它的业绩 两个业绩有赚到钱 而且是越赚越多钱 它还有机会突破3块钱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便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